两岸青年说 我们在这里 哈喽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又相约到杭州了 那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 是我们的台青小姐姐林卓轩 跟大家打招呼吧 卓轩 卓娜 我们两个名字里都带卓 那今天我要带卓轩去一个 就是在南山路的一家 两岸的铁板烧饭店 那这家饭店是一对台青夫妻开的 他的老板是我们台商会的会长 你之前有没有来过杭州 没有 今天第一次来 对 这边就是西湖旁边 很美 对 我每次来到杭州 都会来这条路上走 就看到了 就是这家两岸花园铁板烧 你看他这个建筑 很民国风 对 那我们现在马上进去看一看吧 你好 欢迎光临 哈喽 哇 好美 真的是古色古香 风格 你看他这里面建筑真的就是那种 清末明初那个时期的 因为他都是这种棕色 深绿色的这种颜色的搭配 上游天堂 下游苏豪 对 而且这个建筑就是这栋楼 它以前都是那种正商名流住的地方 对 所以他历史很厚重 我只是感觉环境 嗯 那你再多待几天就可以感觉到 因为我感觉杭州的那种数字智能是无处不在的 对 对 就是你干什么 好像都是只要在一个电子屏上一操作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是吗 对 而且我们之前住的那个酒店它就是不用刷房卡进房间 就可以直接刷脸就能进去了 好厉害 但是我回台湾好像比较不喜欢 反而回到台湾回到台湾也不喜欢 对 因为我比较喜欢吃辣 但是台湾人都不吃辣 哦 其实台湾现在 有很多餐馆是关于大陆的 他们那些街道啊也是大陆那些省啊 那些街道来编制的 嗯 对 对 好吃 嗯 它的酱我很喜欢 对 对 卓轩你现在是在上大陆是吧 对 那你在学校有没有参加就是一种类似于两岸的那种交流或动画还是什么呢 我们有社团是关于是就是这种台湾青年这种社团 哦 那平常都干嘛 我没有参加 但是我学长参加了 我听说 就是说 会一起几个活动啊 对 哦 就也会发一些文章啊什么的 嗯 其实平常这种活动很多 嗯 包括大学里也有 然后我就抽大学社会上也有很多 嗯 现在大陆对台湾学生都很有福利的 嗯 对 政策很好 对啊 政策很好 嗯 所以也是就是国家也是希望更多的台湾的青年啊多到大陆来 发展 那你平常除了就是上课什么的平常会干嘛呀 会跳舞 跳舞 然后就出去拍照啊 嗯 录一录你的视频素材之类的 对 那你肯定也经常探电什么的 对 很喜欢 那你都探过哪里 嗯 广州那边有店 它没店啊 嗯 是有猫店啊 嗯 很酷 你喜欢小猫 嗯 嗯 而且刚才师傅说了 他们家的牛排是不需要任何 不需要任何调料的 不需要任何外界的这种辅助 就吃它原汁原味的味道就可以 嗯 我们的这个重头戏啊 牛排已经上来了 哈哈 我第一次发现 不沾那种黑胡椒酱很好吃 嗯 真的 对 所以都用这份调的肉好了 对 然后受到这个两岸青年的邀请嘛 所以就是挺开心的 今天来吃到这个餐厅 首先呢 它是台湾人开的 我觉得很亲切 嗯 然后东西也很好吃 就是比如说这个牛排 真的不沾黑胡椒也很好吃 对 然后呢明天要去温州嘛 所以我的祖籍也是浙江温州的 然后我听说就是那边商议人很多 然后超市可能就比较高级 我就很想去看一下 很期待我后面的行程哦 那今天呢 我带这个卓轩 吃了这么美味的食物 对 而且这家店我觉得真的非常有特色 因为他是老板是台湾人嘛 对 而且他的这个店名又叫 两岸花园铁板烧 我就觉得这个名字取得非常的好 那今天卓轩刚才也讲了他的这个感受 我们应该对我们今天这个行程还是很满意的 对 而且明天我们还要会去很多地方 所以我们接下来在杭州还要待很多天 然后你第一次来杭州嘛 你一定要好好感受到杭州 因为这个城市真的非常的好 你刚才也说了你的很多朋友都来过杭州玩 那你为什么没有来过 就是没有时间 好吧 那你这一次一定要好好看一看 然后回去还能跟他们探讨一下 嗯 那今天我们呢 两岸青年说在这里就要结束了 然后我们两个一起喊下我们的口号吧 好 两岸青年说我们在这里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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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